接下來第六場 第六場又是另一組的四班千四米 好狀態的馬是四、五、八、十二和十三 配備轉變是一、威之星 落斑是初戴面固跑 另外精鳴勇俊近期都在開封眼罩搞了很久 隨隨帶帶,這次是隨的 先戴這隻威之星 其實它的狀態我覺得不錯 但我覺得潘明輝跳它 這隻馬就走得不順暢 它不僅是這貨 它上一次賽前跳草地 人馬配搭也不是跳得很好 這個難忘 可能它動了一點東西 避窟,交叉避窟沒有了 Jawing一向都有 只穿個耳套 但真的很難出頭 潘明輝這麼多隻重磅 一號馬跑 這隻一出即勝的超威力 後面那隻 早上早上要跟著扣女 贏還贏 但我覺得這隻馬還是比較生 超威力 如果有勇敢夢想 智聖龍包那條Q 到時候再想 不過是千四 標枝功能 失望 我覺得這隻馬真的有些 比較接近的 是,我覺得它挺輕身的 好,阻智永驅 起步起得好 即是這些跳功夫 那隻馬自然會走得順 但的而且… 林祥飆漢這些 沒得計 但情緒上 腦子開始好了 好,看看松化的出跳 例如繼續像香港那樣 一隻斤一隻 中間明進復升後面就快淺 這些都是其實慢慢學習 逐點逐點好 鋒亡勁勞 就算現在跑去谷草跑 輸了 但其實這隻馬狀態很好 現在轉過來沙田 濫滿腳你拖牠 因為牠長期保持得很好狀態 就是這隻馬 這隻罪風雲我都有點害怕 其實牠的神操 沒有以前那麼麻煩 這隻罪風雲 還有我覺得是一隻 樣子相當好的馬 當然是否搞得定 霍宏星我不知道 但看不透牠 其實牠根本是一隻很厲害的馬 整天都留不到 再看飛遲 這些不適合腳 因為一尾靠頂 現在都不想牠走得那麼急 才會這樣 但這隻馬狀態不錯 不過暫時還是新一些 看看昨天早上彈雜的活力多多 近鏡22 外面那隻叫標之雲端 是未夠的 但兩隻都騎 由起步到尾都是這樣比 勉強要挑贏旁邊的那隻 稍好 那隻馬狀態 那隻馬狀態 我覺得牠的樣子挺好 看牠會否變 好,接著罕蓋有 都是薄身一點 瘦又不是,牠是小隻 如果混馬林,牠會更卡 好,看看這隻蔡德爾 牠從松化回來香港 其實我覺得牠跳得不錯 但牠是一些流鼻血底的馬 所以牠不可以做重心的馬 我都覺得牠好 上次跑完氣管有血 接著12月12日跳完 再檢查快跳之後又有血 跑有沒有我就不知道 但是跳過,公罪各樣東西 牠正常 好,看看外面 上來昨天招跳的精鳴用盡 梁明偉 臨終點前 比了牠兩下 雙腳都踢一下牠 牠挺好反應 這個精鳴用盡 當然外面那隻不太厲害 但牠自己都跳得可以 好,東風一號 那場是怎樣贏者一鋪成名 跑得正好 幸好贏了那隻 好,來到第六場 四班的千四米 3T的尾關 這組我覺得就弱了 相對於剛才第五場 的另一組四班千四 這組沒有馬選擇 我選擇三隻 聚風雲 三隻馬都不能做膽 聚風雲那些是好樣 但牠很多東西出錯 很容易輸的馬 但如果牠突然間好心情 走得順 牠全贏你都不出奇 這隻八 另外蔡德爾健康 經常都脫下 又是不可以做膽 你證明勇盡何上不是 今年失望到暈 這隻馬 又跟好位 菊草、萬匹醒 都是第四 有時厲害點 還未上名 但都不是很超 所以這一組 我覺得混亂就在於這裡 一,威之星 我對於過期年的配搭 有少許懷疑 還有六號的快錢 大家小心 上次第二 是條件限制賽 如果你拿著上次的第二 而根據這場對焦馬 它隨時不行 這隻馬 你要小心 勃力多多 那一組 雲行盡起第三 我也覺得賽事水準 真的要小心點 因為快錢 也因為這樣 而必定會熱 這隻熱門 到時要小心點 言諾 其他馬 因為它有些馬 有經驗 四號馬 美之苗 相當好經驗 千四馬 一六五零 它也能跑 還有這麼大隻馬 我覺得這隻 曾經健康有個問題 流過鼻血 那些東西 但一直搞得很好 四號馬 美之苗 我覺得都必須要放下去 但你說 握哪隻膽 我自己都握不到主意 十二其實我喜歡的 賽得二 但我也不知道它會有沒有血 但跳呢 都是正常這樣做 希望沒有 因為我見到香港有油水的 這隻馬 照油的 照的應該問題不大 五號馬 佐治勇區 我都覺得比之前 是明顯進步了 這隻馬 希望這次拿位 順利一點 不用被人頂了出去 外面有卡拉卡 那些東西 第六場賽事 都跟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